在医疗领域 利用AI辅助医师进行诊断 已成为趋势 领口长庚纪念医院 2018年开始投入医疗AI开发 其中一项应用是辨识手腕骨折 在我们顽部有八块小骨头 所以才能让我们手 能够有非常好的一个活动 这八块小骨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叫做周壮骨 就像是一个小船一样 因为外伤或是一些简单的动作 例如说手撑地的部分 就有可能会造成它的一个骨折 有时候它不是很容易被判断出来 没有在早期被发现的话 它有可能会变成一个愈合不良 周壮骨骨折可以透过照X光检查 不过如果是细微骨裂 照X光有时候也看不出来 为了达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目的 长根AI团队开发出AI侦测骨折 在整个AI的辅助上面可以去协助医师 获得更好的一个诊断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辅助 也就可以让病人可以有更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效果 AI除了能分析骨折 就连复杂的病理影像也可以解析 灵口长根医院属于大型医院 解剖病理科平均每天收到的波片数量约有一千多片 全靠人工一一检查 一般来讲就是对病理科医师想要开发AI的原因 大概会有两个 那第一个就是他希望可以降低他在繁杂的工作流程里面 可以让他变得比较简单 第二个是他认为可能AI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一些讯息 或新的一些资讯 如今病理医师在AI协助下缩短大约30%的月片时间 AI提供更客观一致的量化标准 也提升诊断的准确率 成为医师最得力的助手